天生我才必有用 谁敢跟我木乃伊大军赢碰硬 不好了 木乃伊大军杀过来了 人族第一个出场的是 不要敲二愣子 二愣子上来就是一发白背攻击 数以万计的长毛冲下了木乃伊大军 哦老大 我们成黄靶子了 不愧是白背攻击 第一下就让木乃伊大军损失惨状 但木乃伊王也不是盖的 他迈着六斤不认的步伐 一脚就把二愣子给嘎了 木乃伊取得胜利 分数加一 第二个出场的是 冰剑手三兔子 上来就是一百只 没有感情的冰斗监鱼 前面的几个木乃伊 直接变成了冰棍 但这冰不能阻止木乃伊前进的脚步 一身更比一身高 木乃伊他也得爱笑 愤怒的木乃伊王一拳 打中了三兔子的脑瓜子 差点就把三兔子给打成了瞎子 三兔子被一拳打下擂台 第三个出场的是 弓剑手拉库兔子 他把过年没用的烟花都绑在了弓箭上 一只只火箭冲向了木乃伊大军 哇 木乃伊老大 我们这剑自由落体了 有没有搞错 这剑竟然会暴胀 不愧是拉库兔子 竟然还留有后手 但也难逃 被一拳后城倒震荡 第三个出场的是神 不是人 他就是闪电之神 是肉丝 啊不对是周丝 好家伙一击就把小兵打得溃不成军 看来这次稳辣 但木乃伊王 并没有停止前进 即使被垫到大小兵实际 他依然有往直前 木乃伊王永不言本 噢 搞了